所以我是觉得还有一件事情 要提醒一下 当我们在跟人家对话的时候 还是听人家说话的时候 最好不要拿着念诸再念佛 那是极大的没有礼貌 学佛之前 先学会做人 人家跟你说话的时候 你要倾听 地听 好好听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礼貌 从这边你也是在修法 也是在吸收智慧 反过来讲 我们如果以为我念佛得很伟大 我时时都在念佛 那讲什么你根本就听不进去 那你就不要来嘛 你要多远一点去 那边念佛不是更好 你为什么要在凑热闹 不需要吧 你都好好念佛就好了 既然是在凑热闹了 就热闹一下吧 不要还是手里面拿着念诸 我一直在那边唸 以前我在学会 就曾经因为这个骂过人 他很精进 因为我们有很多功课 有很多功课 什么都要十万遍十万遍 所以他很精进 然后我做着就一直 一直一直持 持百字明一直持 结果我看他根本在修法的时候 都没有融到法里面去 你来是要来共修的吧 你是依着依鬼在修 结果你从头到尾都在念你的百字明 做你的功课 我就直接跟他说 你这么精进 在家里好好修 做完再来吧 既然要来参加法会共修了 你就融进来嘛 不要还是在做那些 不是当下该做的事 我还是讲那句话 当下我们该做什么 就做什么 那才是正念 不是我在念佛 我在持受 在要正念 因为里面根本就不正 现在人家都在念佛 你在念欧玛丽贝密宫 根本就不正 完全不相应 那人家念欧玛丽贝密宫 你就念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也不正 所以很多东西其实 你不正的话就不是修法 不是持正念 更不是持明 持明就持那个绝 随时我们是归于佛 其实最高要求是随时保持绝照 清清楚楚 这个是最重要的 千万不要 好像很精进 但是很没礼貌 这样不好 什么东西一定要有绝照 我们关心别人 当然我们也关心自己 怎么样在那里面作对 尊重别人 尊重自己 反过来讲 你如果不尊重别人 你很明显没有尊重你自己 因为别人会怎么看你 你不把别人当一回事 人家会把你当一回事吗 不会 所以很多东西就是在互动 互动就是缘起 互动就是缘起 我们要广结善 就在互动的时候 互相让对方都觉得 我们在一起是对的 我们在这里泡茶也是一样 有些人去泡茶 结果他说 这个茶我不喜欢喝 那是先有便记我之 根本就不懂了一塌起 人家泡茶 你就不赞叹 至少不要闲 泡茶是什么茶 不要闲 你说没喝 你就喝一嘴 淡淡的尝一尝就好 所以不要没有礼貌 为什么会没有礼貌 因为没有绝照 自然就会没有礼貌 你若随时保持绝照 不会没有礼貌 所以我们不要常常 被你的习气 带着以为在修行 我们修行最大的敌人 就是我们的习气 所以修行就是要 对付你的习气 不要被你的习气掌控 就直接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只要有绝 就会看到自己的习气 你若没有绝 就在习气里面 你若保持绝 就不会有无名 你没有保持绝 就在无名里面 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些都是很基本 很日常 很当下 也就随时在发生的事 既然是这么样子 见己里己 就在每个当下 那我们就在这里面 多用一点点心 我感谢您的观看